他了解四世真相 如是幻似 虽有所为 二物一食 这就对他没有妨碍 他的心永远清净 不会被这些沉老烦恼所干扰 他得清净自在 我们凡夫做这些事情 就免不了要受这些事情干扰 我们就受他的影响 而佛菩萨不受影响 因为佛菩萨知道 能所借空 了不可得 所以他就不受影响了 关键就在这里 正是大乘法里面所讲的三能提空 虽然三能提空 他不足空 他还是认真做 认真在这里 断无修善 帮助一切众生 普度众生 干得不易落后 他不足空啊 虽然这样认真努力去干 心底干干净净 一成不燃 他不足有 空有两边都不足 这叫妙住 我们现在讲华严经 正讲到妙住菩萨会 妙住是代表僧宝 华严经 五十三参 前面三位善知识 是代表佛法僧三宝 吉祥云代表佛宝 亥云代表法宝 妙住代表僧宝 这个妙住意思很深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要学妙住 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 你才得大自在 世间人所讲的幸福美满 你就真正享受到了 必须两边不住 你才能享受到 住在一边 那你就享受不到 你要住在右边 你是凡夫 住在空边 你修得再好 也是二臣 生文远俱 要出不了三界 那你就在无想天 在四空天 因为你住空 所以空有两边不住 这才叫妙住 他了解四世真相 下面说后一步 为什么 为什么 住佛信空 皆如幻果 这是将面边不住的俗云人 说出来了 诸佛信空 正如法相从 佛法明门论里头所说的 正如法相从佛法明门论里头所说的 这些人不少 但是虽学佛法 大概也只是学了一些明相皮毛而已 佛法有没有真的懂呢 恐怕没有 为什么呢 真地懂了 真地体会到了 你就开悟了 怎么知道开悟呢 你看这个论的题目 叫佛法明门 明就是开悟啊 禅宗里面所讲的 明心见信 大彻道 学法相 学法相的人呢 从这一步法里面就能大彻大悟 就能够明心见信 大彻道 就能够明心见信 大彻道 好有吗 这一步论点 实际上就是解释佛在大臣经上常常讲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是说的 一切法无我 所以这个佛法明门呢 就是根据世尊这一句话 开言出来的 一切法展开来呢 把它分作一百类 叫百法 再一百法 后面呢 二五五 人五五 法五五 所以整个一部论点 你要问他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一切法无我 这就是 佛若是信宗嘛 信宗讲的 故法信空皆如欢果 金刚经上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映作如是观 你能这样看法呢 那你跟诸佛菩萨的看法没有念样 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 梦幻泡影 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你把它放在心上就错了 一切有为法 那要用佛法来解释呢 那就太清楚了 佛法里面讲一切法 分作两个部分 有为法 无为法 无为法 哪些是有为法呢 八十是有为法 五是一星所 是一个色法 二十四个不相应 统统都是有为法 有为法总共九十四种啊 最后的六种啊 叫无为法 那一切有为法 用现代的话说 包括一切的物质 现象 精神 都在 都在这个有为法的范围之内 都在这个有为法的范围之内 他那生灭 是说他生灭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凡夫没有法子体会到 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也叫他不生不灭 其实不生不灭跟生灭是一个意思 不是两个意思 那么也就是他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 这生灭的像呢 你就找不到了 你就见不到了 那么我们所见的这一些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是它的相续像 就是生灭的 后面这个生灭像跟前面这个生灭像很接近 很相似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这个相续像 相续像呢 金刚经上用的比喻 如露 如露一如电 电是闪电 那个闪电是代表生灭同时 比喻这个意思 这样我们才能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 如果还不能体会 这金刚经上跟我们讲三星不可等 这个心是什么东西 念头 你的起心动力 过去心不可等 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心不可等 未来还没来 现在心不可等 现在心不可等 说现在 现在就变成过去了 这是说 能得的心呢 是空的 不是事实 反复不了解这个真相 将这个不可等的三星 执着以为可以得到 这个大错特错 能得的这些事物 境界 所有一些现象 因缘所生 缘其现空 缘其就是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 这个法没有自信 所以佛说他的真相 所以佛说他的真相是当体皆空 要不可等 那么换句话说 能得不可等 所得的也不可等 能俗都不可等 能俗都是一场空 这才是事实真相 所以菩萨虽然很认真的自己修行 帮助一切众生 他绝不着相 绝不鞠躬 我做了多少多少 他绝对不会起这个念头 他起这个念头 他就不是菩萨了 他就是反复 他有米 所以他决定是一个念头都不生 那么他自行化他度众生这个事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随语言做出来的 这个道理论言上说得很清楚 随众生心因素之量 随心应量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随语言 随语言你才得大自在 所以得大自在就是一切发空 你这个心里头丝毫沾然都没有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你要是这样学习 你才叫真正的学佛 你才能得到佛的 这佛法里面讲的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表现在现前是发息充满了 那真的就是利苦得乐 无论自己生活在什么环境 再贫穷再下进 也是欢喜的不得了 他这个欢喜不是从外面来的 内政里的法子发出来 这叫法习 这个法习 平复归节 一律平等 这是真正平等法 那么这段经文 最重要的还是三宝功德 这四个字 菩萨以他成就功德 真正皈依三宝 成就三宝的功德 菩萨帮助一切众生 趁赞三宝功德 趁是趁羊 赞是赞叹 也就是说 为一切众生宣讲三宝功德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趁赞三宝功德 这一句话就把四十九年所说的全都包括了 所有经历论三藏都不外三宝功德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我们要深深的体会 然后才有真正的归处 真正你有了归处啊 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幸运 你会感觉到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生活很充实 没有空过啊 尤其是将自己断卧修善 一切功德回向求生进土 那你就得到大圆满了 这个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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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开经本 一百九十三面 一百九十三面 这个地方有一段经文 非常重要 要教给我们修学具体的方法 这是摄地菩萨 就是摄地菩萨俗修殊胜的公恨 我们把经文展开 这个耶稣是下面的阿拉伯数字 193 从道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看起 菩萨摩霍萨诸出极西地势 应修持始终胜业 我们看到这个开端 佛教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讲的不是普通的菩萨 是大菩萨 如果就别教来讲 别教出地就等于原教出渡的菩萨 那么换一句话 最低限度他们都是见思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也断了 无名也破了一平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化身大事 是了不起的境界 出地是欢喜地 极喜地 菩萨 菩萨修到这个境界 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 我们要问他欢喜的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这样的欢喜 第一 反复在这个世界 我们讲现前这个世界 诸位都能够深深地体验到 人间太苦了 你要头脑冷静一点 细心去观察 我们谨美有一个同修出家人 悟逢发思 今天他没来 馆长往生的时候 住在医院 他看到 现在他母亲也生病 病得也很严重 他时时回家了去照顾 前天他跟我说 他说他所观察到的 要不是亲眼观察 警觉性没那么高 亲眼看到人生这么苦 他给我讲了 这个六道不好玩 我说没错 六道确实不好玩 贫穷的人很苦 富贵的人也苦 有钱的人天天在念着 他那个钱财是不是有贬值了 是不是有深了 一天到晚就挂钱挂这个东西 股票是涨了 是跌了 他头脑没得休息啊 地位高的了 尊权夺利 哪一个不哭啊 这个世间什么人不哭啊 三界痛苦 那么这些苦果怎么来的 佛在经上讲啊 他有他的业因 有果必有因 有因一定会结果 因缘古报丝毫不爽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世间生所讲的真理 什么是真理呢 因缘古报是真理 因缘古 所以说他是空啊 说他是空啊 他是快速的在转变 他不能够长住 所以说他是空的 另外一个说 因缘古不空啊 是讲这些现象的相识 准变相识 这是四十 这是四十 这个不是空的 一定要得到这个苦了 事实上是一切皆空 你把它当作真有 那是你看错了啊 那是你看错了啊 不可得你一定要得 你做错了 你看错了 想错了 做错了 那后面这个缘古 你当然要承受 不是别人给苦给你吃啊 佛菩萨慈悲 不会给苦给你吃 那苦头从哪里来的 自己造的自己要受 这自作自受啊 佛的教导 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历苦得乐 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历苦 就是把这些四十真相呢 给我们说清楚 我们听了之后 哦明白了 觉悟了 觉悟之后啊 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呢 不会再错误了 不错 古报就改变了 这一点要懂得 所以到菩萨这个境界 他怎么不欢喜呢 六道轮回脱离了 十法经也摆脱掉了 欢喜到极处啊 所以粗地叫极喜地 说到这个地方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今天早晨 在电视台的录音棚 录了两个袋子 两个小时 哎 有一个袋子 我提出啊 养生之道 你看啊 大家中年以上啊 对这个身体 都非常关怀啊 怎么样保养这个身体啊 让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啊 这就有道理 另外一个题目呢 现在正是能力的齐悦 齐悦的是鬼悦 这个超度非常盛行 所以我们就谈一谈呢 这个超度的理论与事实 这个要知道 有不少同学问我 超度真有效吗 你懂得理论与事实啊 有效 如果你要是不懂得了 照着这个模式去做啊 不见得有效果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要说一说的 对啊 养生之道 养生之道 是很重要 但是 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身的四十真相啊 生是怎么来的 生是怎么来的 我们反复夜报来的啊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你要想知道你过去造的是什么夜阴 你这一身所受的果报就是 那从果就知道因嘛 那么你要想到来生 果报怎么样呢 佛说啊 你就想到你这一身所造作的就是 这一身所造作的因啊 敢来生的果报 这就是说明啊 因果不空啊 我们要想得善果 一定要造善因 决定没有说是造我果会得善因 没有这个事情 那我的因一定招来的我报啊 啊 善因才感得善果 一定的道理吧 而四十真相是什么呢 佛在论言经上 曾经告诉啊 波斯利王 波斯利王非常关心他的身体 也跟一般凡夫一样贪生怕死啊 那一般凡夫哪个众生不贪生怕死呢 听到这个死字就非常恐怖啊 佛就告诉他 身一定是生命 那么换一句话 一定是有生死的 可是啊 他跟我啊 没有生死 这就说明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里面是两部分活在里头 一个是生灭 一个是不生不灭 哪些东西是生灭呢 身体生灭 佛就问他 他说你自己想一想 你二十岁的时候 跟十岁的时候做一个比较 你身体有没有变化 有 有变化 二十岁比十岁一定老很多了吧 三十岁比二十岁了又老了 四十岁比三十岁呢 佛就问波斯尼瓦 你今年多大年岁 波斯尼瓦是我今年六十二岁了 皮肤也皱了 眼也花了 这个六根比不上年轻人 那么样的聪明呢 佛就说呢 这就是会衰老 会变化 会衰老会变化的 终归要灭亡嘛 这就讲了 这就是生灭法了 生是生灭法了 有生必有死啊 然后佛就问他 你的身上还有个不生不灭的 你知不知道吗 我不晓得啊 佛就问他 你的见的能力 这六根的能力 他说 你几十第一次见到恒火 佛当年讲经说法在恒火流域 恒火是一条大河 波斯尼瓦就是跟这个佛说了 他说我三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带我出去游玩 经过恒火我就见到恒火 三岁的时候见到恒火 佛就问他了 那么你现在六十二岁了 你见到恒火那个能见 不说变 能见 有没有变化 他想想没有变化 我三岁的时候能见 我六十二岁睁开眼睛还是能见的 那么佛就讲了 你能见能闻的尽心 没有奏啊 没有老化啊 这对了 这个不会奏的 不会老化的 就是不生不灭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啊 波斯尼瓦天了之后啊 明白了 也开心了 晓得怎么样 晓得原来自己不生不灭嘛 生灭的是身体嘛 见性 六根的根性 不生不灭 所以人死了之后 会转世去投胎 不是身体去投胎啊 就是你六根的根性呢 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啊 佛法里面讲神死啊 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 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的 它不变化的 永恒的 生命是永恒的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对于死亡不恐怖了 死亡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它呢 像换衣服一样嘛 你看衣服穿破了 穿旧了 你很欢喜把它脱下来丢掉 换一件新的 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 用旧了 用老了 用坏了 也把它丢掉嘛 换个新的身体吧 你就会很欢喜了 了解四十真相啊 对于这个死亡一点恐怖不对 你很愿意把它舍掉 再去换一个 可是再去换一个身体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投胎了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一生当中啊 断悟修善 他的身体越患越好 越患越好看 纵然来生到人天 来生的佛报比这一生一定要大 来生比这一生一定更聪明 更殊胜的呢 身天 天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天有二十八成天啊 这个佛法讲得清楚啊 其他宗教里面没有了解的 没有这么清楚啊 我往年住在沟子口 我住的地方啊 跟天主教的神父方好做邻居 方神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也谈得来 他也常常到我这里借大藏经去看 看了之后啊 他告诉我 他说佛教讲的这个天道啊 比圣经讲得清楚啊 好像是去过的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每一层的天人 生活状况佛经里面都有 寿命长短 生活的状况都讲得很详细 这个是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经典里面没有 天有二十八成天 你升天升到哪一道天呢 越往上去越殊胜 那么换一圈 我们要想换一个身体 越这个天道越往上面去 那你的身体就越庄严了 我们今天越美好啊 这佛教讲的像好光明 越往上去越殊胜 这是聪明人 使这个身体啊 会换一个好的身体 没有死亡啊 不生不灭 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了解四世真相 迷失了自己啊 在这一生当中 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个损人利己我说的很多了 损人绝对不利己 没有利己的道理 没有利己的道理 那么这种人呢 不知道修善 不晓得断窝 不知道急功累德 那么他这个身体奢掉之后 再去换身体 就越换越糟糕 换一个出身身 出身身比不上人身啊 换一个魔鬼身 换个地狱身 那越换就越坏了 六道里头轮转了 受罚界里面去 写身受身呢 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眼前的这个学会 整个世界道德冷丧啊 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 完全抛弃掉了 不再讲求了 你为什么这个东西过时了 这个东西成就了 不要了 今天还有一个同修跟我讲 很感慨的说 从前我们小时候念书 学校里面呢 有个共同的校训 礼意廉耻 那挂在学校最显著的地方啊 现在学校里面没有了 为什么呢 过时了 那么换句话讲 现在人也不要讲理 也不要讲理 不讲理就是尽量谈啊 能谈多少就谈多少啊 这个也可以干一些无耻的事情啊 离意廉耻都过时了 不要了 这要成什么样的社会 你能说这个社会没有果报吗 故人书 左传里面讲的 忍气场则妖心啊 这是说社会大众啊 如果把冷场捨弃掉了 冷场是夫妇 父子兄弟 朋友君臣 如果把这些关系啊 都不讲了 都不重视了 那就家不成家了 故不成故了 常是一个道德基本的观念 五条啊 仁义离之性啊 仁与大众相处 要有仁慈啊 要有礼貌啊 要知道尽自己的义务啊 要有理智啊 要有信用 这个是做人的五个基本条件 决定不能缺少 常到 人如果把冷场失去了 这个社会里头都是妖魔鬼怪 管仲曾经说过 林毅廉耻固置思维 思维不长过难灭亡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谁还能够记住古生先贤的教训 不但不记住一个时候 过了十了 一句话全部推翻 全部舍弃掉了 这还得了吗 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 正如同佛经上所讲的 贪嗔痴慢了 加速度都在增长 一年比一年直胜了 这样下去 那真的就像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讲了 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了 算总账了 今天九七年了 九年再两年了 那么我们细心去观察 有没有迹象呢 好像是有迹象 你看现在世界上 天灾比从前增加 水灾 旱灾 地震 飓风 比从前多 比往年严重 更可怕的一桩死刑 这是科学家提出警告 我们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的 有一个同修 我是不打看报纸 他们看报 把报纸剪下来给我看 科学家报告 这个今年海水的温度上涨 北极 北宁海峡的冰山分裂了 北极 冰山融化了 假如南北极的冰山融化 我们这个海水要震 海水要震高三分之一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现在靠海岸的平原 全部被淹没了 都到海底下去了 全世界的气候变了 北极变成暖和 赤道变成寒冷 这是科学家的时候提出的报告 非常恐怖 这是事实 现代科学里面所讲的温室效应 这种天灾怎么来的 人为的 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我们现在讲的是自然生态 破坏了自然生态 所得到的结果 地球病了 为什么会变得变了呢 被污染了 被哪些东西污染呢 被这些光化污染了 这个科学家也不止提起一次的 很多次的警告啊 现在这个大气层 你看臭氧层破坏了 大气层里面 充满了光化的污染 这个污染从哪里呢 飞机排泄的 排出来的气体 气贴排的 工厂里面所排的 这些气体都储存在空中 这种气体剧毒啊 它漂浮在空中 也有限量啊 它越来越多啊 累积多了 复活不了了 就要往下面落 落到这个地面呢 不但是动物不能生存 植物都没有了 会不会落下来呢 必定会落下来 所以科学家也在警告 也在呼吁人类要自治啊 要自己懂得越索 但是谁肯越索呢 飞机拼命在造啊 那汽车大量在生产呢 谁肯停止 所以这个是一切众生的共业 没有办法 我们学佛的人懂得这个现象 知道这些因果 那么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怎么办 首先你要有个健全的心理 那就是不贪生不怕死 知道什么 死了是换个身体而已 你就很自在了 没有恐怖啊 薄弱心经讲 原理恐怖颠倒 我们心是定的 灾难来了 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去啊 明天有灾难 今天还没到啊 今天我还要认真努力 断我修善 还是不亦落伏啊 不要等 我明天就说 我就感觉得很恐怖了 那就错了 如果亦有恐怖 你将来换身体啊 就越换越糟糕啊 你纵然不往生啊 你也得不到人天佛报 决定不能恐怖 决定不可以惊慌 一定要有定够 要有智慧来应付这个灾难 来处理这段事情 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 届时大灾难明天就要降临 我们还是住极西地 我们念佛求神西方极乐世界 明天就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见面了 那怎么不欢喜呢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还有什么难过的呢 这些都是事实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 生死是怎么回事 六道舍法界是一回什么事情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如果真的像科学家们所说的 那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已经欲知失知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 时间不会很长啊 科学家提出警告 如果这个污染环保 要不能够即时做好的话 这个地球五十年之后啊 不适合人类生存 不但水有毒 空气都有毒 你怎么能活啊 这也是科学家提出的警告啊 不是预言啊 可是我们以佛法这个角度来观察 空怕等不到五十年了 五十年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空怕等不到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 断一切物修一切善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要把佛法把这个禁宗的法门 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 你所认识的人 介绍给他们 这个世间的众生 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多 地球能够把这些灾难呢 纵然不能避免呢 可以减轻 时间呢可以推迟 这个是能做得到的 大家有这么多人修善 有这么多人念佛 主要想念阿弥陀佛了 你就能够得到 奢放一切祝福的护念 隆天归神的保佑啊 我们认真去做 增加护法神的威力了 我们如果不懂 依旧在造物 那护法神想帮忙也帮不上啊 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很努力地 把这一桩事情 当作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事来做 这就对了 那么下个星期我要离开台湾 到新加坡这个 红发人才培训班第三届开修了 学期是四个月 我要在那边住四个月 原本着我想在那边要讲华严经 华严经是一定要讲的 那么看看是对内讲 还是对社会大众公开来讲 我还在考虑还没有决定 因为想到全世界这种灾难 华严经也救不了啊 什么样经能够救呢 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能救 虽然无量寿经我在新加坡过去讲过两遍 第一遍 第一遍是全经讲完了 第二遍呢 是在那边讲的悬疑 没有讲经文 我也很可能这一次到新加坡去讲第三遍 这个第三遍讲的方法呢 我利用这个扩住 将来这个讲记留下来啊 就是无量寿经的扩灰扩住 这样一来啊 无量寿经啊 就有非常完整的住截了 这也是一种好思绪 救急啊 真正是救这个灾难 那么这些录音带录音带 我每一个星期 我会叫人记到这边的 你们同修们在此地都能够看得到 很可能这个这个 这边有些同修啊 会把这些录音带放在电视上广播 那么诸位在家里面都可以能够看到 这是一个好思绪 我们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 不能没有警觉啊 学佛 如果佛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母犯 必须要一教奉行 学释迦牟尼佛 学阿弥陀佛 如果佛同心同灭 同解同行 自然就感应到教了 所以决定不能懈怠啊 懈怠啊 懈怠啊 那我们就自己啊 就没有把握了 一定要知道精进 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里面 出地菩萨他怎么修法 我们在这个里面学习 他修持十种圣业 甚至殊胜 业者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这个地上菩萨的修持啊 都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这一句是总纲理 这一句形式他真真觉悟了 真正看破了 被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底明白了 知道一切法 无所得 像金刚经上所讲的 三心不可得 能得的不可得 万法原生 动体解控了不可得 所得的不可得 能所得不可得 能所得不可得 以这个为基础 你看 所有一切大菩萨 他们的行持 也就是讲成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工作 他们出世在人间屋 上求佛法下发众生 都是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这一句非常重要 这一句就是四世真相 修之静深意乐业 深意乐丝不可得 他修 修是修学 知是对知 竟是清净 甚至殊胜 一乐之业 一是四列 也就是说 你很喜欢的四页 但是很喜欢的四页 这个里头没有染住 这个叫真正的欢喜 我们凡复这个欢喜 是假的 凡复这个欢喜 它里头有副作用 不是真的 对啊 佛菩萨这个欢喜 没有副作用啊 真的欢喜啊 凡复你比如常说的 乐及一身悲 可见到那个乐不是真的 是假的 古得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比喻 比如说这个凡复啊 喜欢跳舞 跳舞很乐啊 让你跳上 年天年夜不休息 你就叫苦年天 我受不了了 苦会变成乐 这个乐会变成苦 所以乐是假的 不是真的 饮食 好吃的东西 喜欢吃的 吃得很乐啊 叫你连续吃二十碗 你就苦了 你就求饶命了 所以要懂得啊 乐是假的 苦是真的啊 比如说你挨打是苦 挨一边是苦 打一半边更苦 不会变成乐 不会说打了几百遍 哎呀快要乐起来 没有这个事情啊 这就说明啊 苦是真的啊 它不会变成乐啊 乐是假的 这个乐会变成苦的 你要懂得这个 所以明白这个四世真相了 就是乐是假的 可不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 绝不过分 甚可而止 不放在心上 它就清净了 就是说的 一切这个四叶里面 这种乐的时候 绝顶没有污染 为什么呢 小的这些事情呢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既然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为什么还要做呢 这个做里面呢 有两个殊胜的意思 对自己来讲啊 自己不落空 这菩萨是 空有两边不住 我要不做事情不就落空了 就住在空那一边呢 如果我做要执着的话 就住在有这边了 住在有这边 你就搞六道轮回 住在空那一边 你就度到偏真涅槃 或者你就生到无想天 这个都不是究竟 都不是一桩好事 所以住佛菩萨 空有两边不住 心地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小的一切法不可得 他还要自己修行 还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做得不亦乐乎 他越做越快乐 他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佛法里面讲看破放下 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了 那你就错了 放下是什么都做 而且做得非常积极 那怎么叫放下 心里放下了 我做的绝对不把它记在心上 我断窝也不把断窝的事情放在心上 我修善也不把修善的事情放在心上 心永远是清净的 这就对了 在佛法里面 佛也像这个世间人一样啊 也要设计一个标志啊 世间人讲啊 他有了事业要搞一个旗号啊 佛也有旗号啊 也有一个mark 什么东西呢 他有两个 一个是法轮 云 一个是莲花 你看佛家常常用这个 来做他的标志 轮是最圆满的 轮是云的 原心 诸位想想 原心有没有呢 决定有原心 原心在哪里呢 不可得 这个诸位同学学过几何 你就晓得了 原心只是抽象 决定啊 没有事实 所以心决定有 心不可得 金刚经人讲 三心不可得 三心决定有 而不可得 禅宗六祖大师在谭经里面跟我们讲的 本来无一无 那是讲什么 讲心啊 心里头本来无一无啊 所以心清净了 心是空的 空就灵了 灵就是智慧 就生智慧 但是个原的粥啊 粥是什么 粥是身体 我们讲身 心 心就是原心 身就是原粥 粥要动 你看轮要不动 还有什么作用 还有什么口规 今天科技的发达 什么东西推动的 就是轮 就是轮在推动 所以佛给我们讲 养身之道 心要亲近 身要运动 这是最健康的 现在这些人颠倒 要亲近的偏偏不亲近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心里头千长挂肚的 不晓得有多少 你的心坏了 心是空的嘛 你心里头装那么多东西 你的心就坏了 身要你动 他身偏偏要想服 要不动 要很多人伺候 于是身一身毛病出来了 毛病从这来的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心的亲近 心的空急 所以佛将我们放下 心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做再多的好事 都不要放在心上 统统放下 亲近心里头 深欢喜 深智慧 这个欢喜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欢喜 就跟打马飞吸毒一样 刺激一下 过去之后更痛苦 所以真正的欢喜 从内心里面伸出来 那是真欢喜 所以身要动 身就健康 心要近 心要什么都没有 心就健康 身心健康 养生之道 你不但健康长寿 决定是什么病痛都不会生 纵然有病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这个身体很快会恢复 为什么呢 自己永定会 把身体重新来调整 原来坏 坏在哪里呢 坏在胡思乱想 坏在贪嗔痴慢 坏在这个身体不动 要想服 从这搞坏了 现在明白这个道理 重新调整 你的这个身心 能够恢复健康 这是佛在今天里面 教给我们的 所以最重要的 修亲近性 叫你万元放下 是心里放下 不是四方向 四方向 那不就不动了 四要做 心里要不执着 不执着能把事情做好吗 会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 亲近心生智慧 金刚经常说得很好 信心亲近 则生实相 生智慧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世间人 事业做得大的 很苦 操心 天天要研究 天天要去想 想到最后 事情还是失败 还是不能成就 原因在那里 没有智慧 他们认为 我要不想 不操心 那我这个事业 怎么能发展呢 这个观念就错误 你真正要想事业发展 不要操心 不要去想 你让你心地亲近 生智慧 诸位要知道 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发大财 不是说他会想 他会做就能发财 会想会做的人多得很 他为什么发不了财 我就很会想 我也很会做 我发不了财 到底在哪里呢 你命里头没有财嘛 你想也想不来 同样一个事业 人家去做发财 我去做就失败 就亏本 命里头有没有啊 所以这个发财要命啊 你做官也要命啊 你命里有 到时候自然就有 命里没有 求不到的 这个道理要懂啊 你做生意做这个事业 那是缘 你命里有那是因 你再加上这个缘 后面国报就现钱了 这个命里面的因是怎么造的呢 钱是修的 财富是你钱生布施多 财布施多 你这一生命里头有财富 无论做什么事业 那个财源滚滚而来 你命里头有 你前生修发布施 你这一生决定得聪明智慧 你修五味布施 你一定得健康长寿 种什么样的因啊 就得什么样的果报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 要晓得这个道理啊 这是真理啊 那么我们明白了 明白我命里头没有财富 我知道财富怎么来的 修布施来的 那我今天就放心大胆去修布施了 我命里头确实没有财啊 但是现在有啊 这个财富怎么来的 这一生修的 从学了佛以后 明白这个道理了 开始修布施 这个些四众同修 对我的供养 我全部都拿去布施了 越施越多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今天大多数这个钱用在呢 用在印金 用在红法 以这些钱财在这方面用 这是财布施 而我们布施的内容是经典式佛法 这里面就发布施 一切众生闻到佛法 接触到佛法了 心安理得了 那是无微布施 所以这个做法就是三种布施具足啊 我今天得到的果报 物质上生活不操心啊 身上一分钱都不带啊 走到什么地方过得都很好啊 每一个人都想请我吃饭呢 害怕排不到时间 排不出时间呢 穿的衣服我自己不要操心啊 好多人拿送给我 我都穿不完到处送人啊 健康长寿啊 你们看到我今年七十一岁了 那怎么得来的呢 就是这一生当中学了佛以后 我懂得修财布施 法布施 微布施 我今天敢跟你们讲 我自己做了有效果啊 真的有收获啊 我敢跟你们讲啊 可以介绍给你们大家了 你们可以参考 越是年轻感觉越好 我是二十六岁学佛的 二十六岁学佛 我二十六岁就吃肠素 三十二岁出家了 出家就讲经说法 教佛学院 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啊 这个是佛家的四页 所以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的 我们选择出家 出家是个行业 就跟你们社会的这个事业一样啊 我喜欢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好 没有人去做都可惜了 没有人去做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行业 我既然明白知道了 又没有人去做 那我一定要去做 选择这个行业 我选择这个行业在当年 我的长官同事朋友 都说我学佛迷了 被佛教迷了 这个人没救了 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碰到了 点头你走对了 现在他看着我他走对了 这就是佛法的好处 他们不知道 我当初明了佛法的好处 方东门先生介绍的 我非常感激他了 他把这个世间这样殊胜的事业 介绍给我 我听了就算换洗心 就认真地干 发了这个心就遇到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指导我 他老人家元吉之后 张家大使指导我三年 他过世之后 我就遇到黎炳南老爵士 我跟黎老师十年 我这个十三年的修学 奠定的基础 我知道佛法是一回什么事情 世俗里面的佛教 那是宗教 那是另外一种事情 不想干 过人搞过人 所以我选择这个行业 就下定决心 另起炉灶 不跟他们会要在一起 过人搞过人的 互不相干 我们在台湾 你看看 道场很小 这么一点点大了 你到节目里去看 也这么一点点大了 都在大楼里面 可是我们在世界上名声很大 每一个地方的人到台湾要来看我来拜访 一看到这个样子都呆住了 以为我有很大的庙很大的道场 这一看不是这么回事行 再看看我住的地方 很小很小一个房间 设业平啊 过去在这个地方 建峰文具寺做总干事的时候 跟我提出好多次 想买一块地捡到场 我反对 我说我们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 有钱做弘法立身的事 保佛法向全世界推广 地方小开销少 容易维持 不需要向人话远 不需要看人脸色过日子 看人脸色过日子 很难过啊 所以我们过得都快乐 我这个节目里跟这两个道场 你看看里面注重度快乐 一锅锅都是你去看满面笑容 我们没有一丝毫的压力 样样都如法 所以一定要记住最高的原则 一切法不可得 虽不可得我们认真努力在干 你才能得真正的发喜 成就自己的道义 消除自己的业障 同时呢 给社会 这个佛经里面叫九法界众生 我们虽然不敢这样想 至少我们会给六道众生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面临想到社会 社会的安全 面临想到一切众生的幸福 没想自己 没想自己 诸位要记住 不想自己 自己就不老了 你看我没有老乡 为什么不想自己 自己没有了 没有自己 谁老了 谁病了 所以老病都没有了 这个世间人常常想自己 常常要顾及这个身体 于是老病就来得很快 所以我们念念念念众生 念念念社会 好啊 自己得的利益非常非常殊胜 所以末后一句也是皆 胜意乐死不可得不 这个就是说 胜意的乐业 也是你造主 你所造主的最殊胜的 最殊胜就是利益社会 利益共生的 这些事业 你拼命去做 做了之后 绝对不把它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能说不可得 你与这个四十真相就相应 相应才是最健康的 最美满的 第二句 二者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之一切 一切有情平等心业 一切有情不可得不 你看每一句都是以无可得不而为方便 这个在禅宗里面讲呢 这个在禅宗里面讲呢 就是观照的功夫 观照到极处啊 像观世音菩萨在心境里面所讲的 照进无运皆空啊 就是无所得而为方便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事与四十真相完全相符的理念 然后修之一切有情平等心业 注重这平等心 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 不可以说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 你就生烦恼了 喜欢是烦恼 讨厌也是烦恼 其情无欲 喜怒哀乐 好爱无欲啊 都是不正常的心啊 正常的心啊 是清净心 正常的心啊 是充满高度智慧的心 必定是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 平等的爱护 平等的帮助 平等心 这个很重要 你看我们念佛 无量寿经经体上 清净平等 修之 我们今天对于一切众生不平等啊 这个我喜欢我帮助他了 我爱护他 照顾他了 那个我讨厌他 我理都不要理他了 这怎么行呢 这种错误啊 你要把它修正过来 愿亲平等 你最亲爱的 给你的冤家对头 在你心目当中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的 都没有自主 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这就对了 永远保持你的心啊 清净 你看我们共佛 这也是我常讲的 共佛 我们所有的共居 如果在环境困难之下 都可以免除 香花水果都可以免除 供一杯水就好了 基本 最基本的共居 就是一杯水 水代表什么呢 代表心 你看水清净 清净心 水平 平等的 所以那一杯水里面 你看到了 你就想 我的心啊 要像水一样清净 要像水一样平等 所以要供清水 不要供茶 茶 因为颜色不清净啊 那水平等不清净啊 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 你要晓得 供水代表什么意义 不要以为 哎呀 这水没有什么好处嘛 那我们借的客人一杯水 就应该好茶来招待啊 你好茶供佛就错不了了 那就有污染了 那个就不清净了 所以供佛一定供清水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这一句是讲啊 修平等性 平等性一定在一切众生分上来修 这一切众生分上来修平等 只要有分别 决定就不能平等 这一切众生分上来修平等 离开执着就清净了 不执着 清净心先前 不分别 平等心先前 这不分别能办事吗 能自己心里头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办事情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 这个分别执着从哪里来的呢 从众生来的 随着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随着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这样才能办事 把事情办通了 虽然分别执着 就是不分别不执着 永家大师这在禅宗里面 是很有名气的一位大德 他是六祖的学生 非常聪明 深根深厚 他修学的时候 这一听一解除 他就开幕了 午了之后 到这个曹西请六祖给他印证 这一见面呢 六祖就很欢喜 很佩服 没错 确确实实民心皆信 六祖要印证之后啊 又问了他一句 他说你还有分别吗 永家大师答的说 分别亦非亦 这个高明啊 分别弘法立身 讲经说法 要分别啊 不可得故 这四个字就是要分别啊 这个字念不 那个字念苦 那个字念德 你要不分别的时候 那怎么念法啊 这种分别呢 不是我自己心里头有分别 随着众生分别而分别 不是自己的意思 是分别亦非亦呀 六祖说对 你如是我也如是 祝佛菩萨 为一切众生 讲经说法 种种表演 分别亦非亦 执着亦非亦 他也有分别 也执着 绝对不是真的 就好像唱戏 舞台上表演的 假的 不是真的 如梦幻泡影 了不可得故 在后头 一切有情不可得故 所以他做种种表演 这些表演帮助一切众生 误入 帮助他开悟 帮助他利苦得路 能够生活像佛菩萨这么样的自在 这么样的潇洒 那是生活在高度的智慧当中 圆满的智慧之中 这是真正得路了 真正利苦得路了 我们能不能做到的 能做到 问题就是你真的看破 了解四世真相 真的不把这些拉拉扎扎放在心上 事情来了 应付去做 做得圆圆满满 做完之后 心里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对镜无心的 像我们照镜子一样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来的时候照得清清楚楚 去了之后不落痕迹 这就告明了 凡夫的心像什么东西呢 像个照相机的底片 见一下落个银子 再接下来又落个银子 那个底片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 就坏在这个地方了 佛菩萨的心像镜子 凡夫的心就像照相机的底片 这个是凡甚不相同之处 我们应当要学佛菩萨 三者 以无所得二位方便 修之不实业 实者受者皆所事无不可得不 这个重要啊 这是修行很必要的一个手段 不实 刚才讲了 财不实得财富 发不实得聪明智慧 无微不实得健康长寿 愈实愈多 这个是一定道理 实是因 你中因 你所得到的是国宝 但是你要晓得 你得到的越多 你就要越不实 越多越实 永远不留 你这个人就聪明 但是世间人往往没有这个智慧 看不到这么远 穷的时候 没有钱的时候 还有不实 还想不实 钱越多了 就变成夜毛不拔了 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很多 夜毛不拔 真正不实的人 没有钱的人 所以你得晓得天道好患啊 老天照顾人很周到啊 富人来生就穷了 他不布施嘛 贫苦的人肯布施 来生就富了 风水轮流转了 没错啊 所以富人呢 财富又多了 引起了贪心 金律 舍不得再做布施了 所以她的福报啊 一生就想完了 想完之后 来生就没有了 这是不晓得四十真相 晓得四十真相 肯布施 欢喜布施 越布施越多 越多越布施 所以这个财无钱财 钱财自古以来叫通货 通就是流通啊 像水一样啊 永远在那里流动啊 不能直啊 那一直住就变成死水了 死水就变成臭水沟了 就麻烦了 所以你有财的时候一定要施 欢欢喜起去施 不要怕 哎哟 我这个钱好不容易得来 这一施光了 明天我怎么办 你看 我这个生活怎么过 谁来给我啊 你看 你这个妄想也打了 那个师的念头就断掉了 这个善心就没有了 真心就被蒙蔽掉了 没有智慧 又迷惑 又颠倒了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 决定没有错误啊 认真去干 努力地去干 决定得好的国报 财富的国报 实在讲不要多 多了没用数啊 每天吃得饱 穿得暖 一事住行 样样不缺乏就够了吧 何必要那么多累积在那里头呢 那是愚人 那是可怜人啊 我们曾经看到现在这些年 我在台湾住的时间少了 跟台湾同修接触也少了 几乎回来就讲经 讲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往年 早年讲经 曾经有一段的时期 大概有两年 在信阳街李建新家里 那是早期 他家里有个大厅 大概有我们这个厅一半的 他做了一个讲堂 可以容纳五六十个人 我们在那边讲华严谨 我记得讲过一年多 常常跟李老先生聚会 他是当时台湾的大财主 人家称他煤矿大王 他是瑞山煤矿的董事长 虽然很有钱 过去胜中有财不食啊 无微不食 身体不好 躲病 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 在床上躺了十几年 就是一口气不断 三班护士 轮流照顾啊 真有福报啊 那个开销很可管啊 大家里有钱啊 病得起啊 这就是他命里的有财 财要享受光了 他才会走 没有享受尽呢 他都不会走的 到这个时候身体不好 怎么享受呢 躺在床上享受 他家人不幸福 我们对他放不上忙啊 我们知道啊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得的这个病苦相当辛苦啊 本身辛苦 家人照顾也很辛苦啊 古人所谓的久病床前无孝子 受不了这个拖累啊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医药费也不失掉 那个数字都很可管 如果把这个医药费拿去做好事 做慈善慈业 帮助这个社会大众 那么必定就两个现象 一个现象呢 他这个再消掉了 他身体好 他还有寿命的话 他身体好 第二种现象如果他寿命到的时候 他马上就走了 会走得很自在 走得很快乐 但是家里人不相信 我们这样讲 你这个法师又动脑筋 大概要骗钱了 这什么法师呢 是没有法师啊 这个就是他的业障啊 所以真正懂得佛法明了的时候 这事情好办呢 不是不能办的 不是不能解决的 所以佛的这些理论 方法 境界的确非常高明 非常殊胜 我们要想的 布施的时候 师者 我们自己布施的人 受者 接受我布施的对方 当中我所施写的一切财物 都不要放在心上 三文体空啊 你这个布施就是功德了 那个佛报之大 不可遂 如果你常常记着 哎呀 我做了多少好事啊 我布施多少钱财啊 给哪个寿庙 给哪个道场啊 你一样也不忘记 那么你这个布施呢 是佛德 布施功德 佛德 国报啊 布出三界六道 布出 如果你布施能够把它不放在心上 心底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 这是功德 功德能够帮助你 聊生死出三界 所以说 修集一切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啊 这个才行 你做一切好事 念念放在心上 阿弥陀佛 我做了多少都是好事 我真的做什么 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你都不理你啊 不是阿弥陀佛 不慈悲啊 是你自己有障碍 你自己有业障 阻 阻挡住了 跟阿弥陀佛不能沟通了 必须把通通放下 清净心 平等心 给佛菩萨就沟通了 就有感应 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你看看 菩萨他们修行的 这个都是些高墓 条墓啊 这个经文在此地 一直到实地 一直到实地 实地圆满十二法 这个经文呢 这一段经文很长 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之好 一直到 年呗 这个后头 后头还有 一直到第二卷宗廖 就是到237年 这个底下的经文实在是太好了 诸位自己也可以细细地看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会跟大家细说 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 对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金本 194年 194年 第三行 最后一个字看齐 第三行 最后一个字看齐 我们将经文念一段 对对地方 四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至清净善有业 善有悟有五二相果 这是初地菩萨修学的十个科目 横向现代 学校里面 你比如你选了某一个科系 你要修多少个学分 这个意思相同 初地菩萨要修十个学分 前面三个上一次讲过了 今天从第四个科目来讲起 初地菩萨所修学的 实在说 也就是我们现起 应当要练习的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登地 可是我们要做这个预备工作 将来往生西方其乐世界 那就更容易也更殊胜了 这个科目是讲清净善有业 每一句里面都有个意思 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德就是活动 你修学哪一些活动 交给我们要清净善有 地上菩萨 跟一般菩萨不相同的地方 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 那就是以无所得而为云方便 你看十个科目 都是以这个为基础 这才是真实的智慧 我们必须要觉悟 是出世间法 皆无所得 你要真正明了 无所得的道理 了解无所得的事实 你的心都清净 众生的烦恼 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从得失上来的 所以说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 希望得到 得到之后 又唯恐失掉 其实 你纵然是得到了 也是假的 你们想想看 人生在世间 能有多久呢 到最后 连这个身都没有了 你还得到些什么 这都是事实 这都是事实 应当要救 何况福把这个事实真相 跟我们说明白 真如金刚经所说的 金刚经是六波隽大波弱的精华了 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三心不可得 过去 这个三心就是说的念头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执着 是讲这个 过去 已经过去了 过去一分钟过去 过去这一秒钟也过去了 未来的 很未来呀 当然不可得 说现在呢 现在就变成过去了 现在不住 不停啊 这一段话了 是给我们说明 你能得的信 不可得 或者说 你能得的那个执着 观念 都不可得 我们要细细地思维 佛所讲的 意义 愿皆如来 真是意 那才是一个真正觉悟之人 那么你所得的 无非是明文利 才四明十岁 不都是说的这些东西吗 甚至于学佛了 学佛我要想成一个阿罗汉国 我要证菩萨国 我要成佛 能不能得到呢 可诸位说都得不到 为什么呢 世出世间法呢 都是云生的 凡是云生之法 云是许许多多条件 几集就现得现象 这些条件散了之后 这个象就不存在了 圆菊在现 圆善就灭了 这是个生灭法 其实哪来的生灭 没有生灭 只是圆菊圆善而已 你要找生灭也不可得 世出世法都不例外 这是说明 你所得的不可得 你看能得所得都不可得 你在这个里面呢 念念要想得 要想保持不适趣 岂不是妄想吗 所以菩萨聪明 跟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不了解四十状况 以为这些东西真有啊 是实在的 菩萨想得幻有 真地像经上所说 梦幻泡影 梦里它有 梦里明明有六趣嘛 那是梦中的境界 不是真的 我们现前的境界 跟梦中境界没有两样 看穿了 看穿了 这个得失的念头啊 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要问 漫游得失这个念头 那还有没有得失的事呢 有 得失的事啊 决定是有 为什么有呢 是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 比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你过去深重啊 喜欢财不实 这是过去的因 现在遇到缘 会结成果报 国报是什么 你会得很多的财富啊 说实在话呢 这是 因果的法则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你求的 一切不可得 心底清净 一切都放下了 你命里头有财 这个命里头 过去生中有这个因 这一生当中 他自然结果 我们种瓜 种豆 种子种下去了 好好地就培养它 那个瓜子 他是不是天天想到 我将来我要结个大瓜 他有没有这个念头啊 没有啊 他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念头 他将来还是要结成瓜 这就是因果不空啊 所以思 想有得时 你心里头 不